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自制蒜油,以备不时之需 平时我都会在家里备现在储存的肉类 但是偶尔会发现懒得出门的时候,家里也缺大蒜 肉菜蔬菜根本离不开大蒜 所以这次一口气做足四种蒜油,供大家参考 把蒜头洗干净以后,可以手动将蒜头剁成蒜粒 因为这次我们需要用到的蒜头比较多 所以我就用料理机了,其实效果差不多的 今天要做四份蒜油,每份大概用到250克 也就是半斤蒜肉,制包皮之后蒜肉的重量 这次我们要用到的蒜头比较多 所以我就用料理机了,效果差不了太多的 第一份蒜头处理好之后,起锅热油 油温三分热的时候转为小火,下入蒜粒 新鲜蒜粒中含有丰富的水分,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躲闪 蒜粒都下锅了之后,我们要不断的搅动 避免锅内温度不均匀,蒜粒糊锅 就这样十分钟之后可以关火了 等油温降到七八十度的时候就可以装平了 切记一定要用干净的,无水,带瓶盖 且耐高温的食品级收纳罐 我已经是提前洗好了四个无铅蒸空罐 你看这蒜粒又软又香,还没炸到焦糊 看着都不是那么热气,对吧 等油温降到不烫手的时候 就一勺,两勺,三勺,把蒜蒜和油油一起装进玻璃罐里 放凉之后再盖上瓶盖 nice!第二份蒜粒准备好了,就拿出一个小碗和小勺 从大份蒜粒中舀出三分之一出来做银蒜 接下来用清水洗两遍那些留着做金蒜的蒜粒 最好是拧干一些 油三沉热的时候倒入拧干的蒜粒 边炸边搅动锅内 大概15分钟锅内出现了部分金黄色的蒜粒 就可以关火了 剩下的交给余温就可以搞定了 这里强调一下高油温的时候不能直接倒入玻璃罐 或者任何玻璃制品 以免玻璃炸裂伤到人 建议先用耐高温的大碗装好 等油温降下来再分装 最后加入未处理过的蒜粒 搅拌均匀后放一边去降温 Nice 第三份蒜粒准备好了 就直接将它装进玻璃罐子里面 一勺两勺三勺 装到七八分满就好了 最后注入常温的植物油 用的是花生油 香上加香 这个时候想起小学课本里的乌鸦喝水 花生油顺着蒜粒之间的缝隙 逐渐将所有的蒜粒都包围住 它们将在几天后不分彼此啦 那个时候再拿来炒蔬菜 想想都觉得很心满意足啊 哈哈哈哈 好啦拧紧瓶盖 静待佳音咯 Nice 热一锅油 油冒烟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将它倒入第四分酸粒中 什么都不用加 这样可以冷藏保存的更久 最后记得搅动搅动几下 使其受热均匀 感受一下雨露均粘的快乐 Nice 碟好标签之后更好区分 四款高颜值小清新的自制蒜油完成啦 记得冷藏保存哦 嗨我们又见面了 中午煮了几颗自己包的水饺 基础调味之后再来两勺金银蒜 嗯感受到了蒜香了 直接给清淡口味的汤水饺增添了灵魂 另外一份加上一点生抽香醋 两大勺蒜油和一些辣椒粉来增色 哦鱼内心已经躁动起来了 很快就吃完了这碗蒜油饺 好吃到还没吃够又煮了一份 这也太好吃了吧 又煮了一份饺子 天哪 温馨提示 蒜油虽香 约会前请酌情食用 好 好 好好好 好